那你跟這麼多人親,誰的嘴巴最好親? 天啊! 真的喔! 天啊! 好的,各位觀眾,為了挽救我們直男的粉絲們 今天呢,特別請到了一個全方位的大美女 歡迎我們電影惡女的女主角,邵雨薇! 我跟你說,我們要離她很遠,她臉超級小 沒有,你來看我們 不然我再講一次喔,我後續有那個縮放的,把你臉這樣集中 好,幫我這邊推小點,上下左右都推,影片也可以喔? 影片可以,還可以耶,可是變得很畸形了 下位臉,被扯出現 接下來就是宣傳電影吧,我們今天有三個關卡 第一個關卡的話,是稍微會用第一視角然後拍攝,你就邀請她去看電影 你會用什麼方式邀請她去看惡女這部電影? 你是用立美的視角? 都可以,立美或者是你本人的都可以 那我先滾 你可能要先滾,因為你臉比較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實在講,要喘不動嗎? 喘不動,喘不動 我想要跟好自在的聯名推出面膜 畢竟呢,我的臉需要業用家常型 這個時候,這個膠在表姐臉上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手一手都爛啊 哈哈哈 這爛手機啊 我不會跟你對話哦 就鏡頭而已 哦,好 好,好,來 3 2 1 Action 嗨,你現在在忙嗎? 沒有 可以講電話是不是? 嗯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因為我其實最近有一個很想看的電影 但是我約不到人 叫做惡女 不知道你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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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跟你說,聽說這個電影非常好看 它就是在講 嗯 兩個女生之間的一些 勾心豆角 但是它裡面含有一些 嗯,不太一樣的職人劇 比方說新聞主播啊 或者是還有一些下廚料理 但是你可以把這些元素都集中在一起 你不覺得好像很好看嗎? 覺得怎麼樣? 你可以回我話嗎? 可以 可以,很強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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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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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粗糙 好粗糙 怎麼這麼粗糙 不是 他也是太大顆 我們要演出那個情勢 我們已經這麼會不光不斗 我們怎麼樣 不要下班好嗎 那個玩命關頭師 我跟妳說很帥 好Man 我真的都這樣 你們也不知道 我要繼續告訴你們 我剛剛在學的是 戲裡面的秀 妳本人怎麼 妳本人怎麼 我本人就是 要不去看電影 走啊 我來插場次 爽啦 爽啦 下一個的話就是 我們的粉絲也有遇到 惡女的一個難題 然後是希望你可以一起解決 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好嗎 他跟男友交往兩週 然後發現男友 有一個非常親密的 泡友間交心對象 甚至跟我曖昧的時候 他們都會一起討論說怎麼追我 然後兩週後我就發現 他們的關係很複雜 所以想要提分手 但男友當著我面 就封鎖他也傳訊息給他 跟他說清楚說 我不會再聯絡 然後上週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跟這個女生的對話 男友在對話後面 還會加愛心跟擁抱Emoji 這個符號 我發現以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樣不行我要分手 結果男友就道歉 又說 這個傳這個圖子 我習慣啊 你他媽騙鬼啊 他是封鎖後 又再次打開封鎖再聊 有聊 對 然後他怕現在這個尾就害怕說 他們私下會堅定還會打砲 所以這個關係他到底該怎麼辦 你知道你很努力 你知道他剛剛怎樣讀嗎 他是還這樣 手去點那個字 真的 這樣 哇 真的很誇張 對 你是記憶力 對 你是有四五讀塊嗎 他這樣 這段字我跟男友交了兩週 就是這個長度 然後 欸 這樣 很特別 是因為我邊耳朵在聽 我真的同時在做兩件事 他那個神遊法 讀完一本可能要三連 三連然後再拍照 是因為你們也很有趣 所以我完全不用擔心說 我要很一派震驚的聊這些東西 或是 幹嘛那個臉 不是因為我剛剛這樣 他突然這樣 你已經打開 我已經開了 他已經開了 他已經禮貌 他已經禮貌 假設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他異性傳 就是愛心人 擁抱 你們可以嗎 魚髮接秀 男生如果夠尊重自己的女朋友 就不應該 就是產生這種誤會給別人 他們曾經又是 泡油的這個狀態下 好複雜 社會好可怕 我有一種感覺 就是那個男的應該是蠻喜歡這個泡油 但是他們兩個一直都沒有辦法在一起 在一起 所以他才去找一個女朋友 我覺得 現在這個狀態 他很愛的原因 有一點是因為不甘心 因為才交往兩周 然後這個愛的程度 一定不可能是真的有多愛 但是他一定會覺得說 什麼 我們兩個才在一起 然後原來你有這樣子的女生 所以他是有一點點 比賽感的狀態出現 競爭感的狀態出現 所以還會那麼那麼在乎 可是我覺得把這個東西 你把他抽掉 再來看這個男生 你到底是真的那麼喜歡他 我覺得很有可能 不一定那麼喜歡他 但我跟你講 這個人他不會跟那個泡油斷 他不會斷 而且他已經封鎖一次 然後再解開 表示他是一個影頭 你知道嗎 他一定是跟你見面 把他鎖起來 回到新竹 一上高鐵馬上打開 因為我身邊都有這樣的朋友 離開全開 靠近全山 要夠細緻才抓得到 可是他要抓很累 對啊 幹嘛要抓 他要抓好累 下一個的話 惡女就是要負責的手段 所以負責的人 錢也都要 所以麻煩雨薇可能打電話 給一個親近的朋友 很厲害 50萬 你打嗎 直接真打 你打一個會進你50萬的 50萬很多 真的很多 平常人借不出來 你只能打給明星 我先打一個事情 因為他要熟 要擴音 要擴音 擴音 唉唷 那電話 直接掛掉 直接掛掉 他要熟 直接掛掉 直接掛掉 不要閃戒 而且你剛剛那個不是關機吧 那叫掛掉 直接掛掉 因為有音樂一出來就表示他有錢 那就是掛掉 可能在忙啦 不好意思 還是打陳寧久 陳寧久一定會借啊 真的這麼好借 可以啊 陳寧久還蠻好借的 那你等一下打給陳寧久 陳寧久很好借 他打完換你打給陳寧久 看你借的東西 我們借20才好借錢 650萬 這也還好吧 感激 可是你沒找電話費啊 對啊 客戶不出錢 你誰都模糊出去 好你找一個機率最高的 小黎的話一定會很溫情的睡眠 貝我一定借你 小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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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你的聲音好開心 喔 我也很開心 我也非常非常開心 我現在有一件非常 但我就是要跟你講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 我壓力現在超暴大 那什麼什麼呢 來 就是 因為我現在就是家裡在裝潢啊 然後就是因為他要我付現金 50萬 60幾萬 然後我只能一次領出50萬 可是我缺10幾萬 我想說可不可以請你幫我 然後我等一下過去找你 然後我明天就可以轉給你了 他要你付現金 對啊因為是裝潢啊 他就一定要付現 哇現金我想 10幾幾 今天禮拜天喔 對今天禮拜天好像只能去ATM 如果是這樣子你是願意的嗎 可以願意試試看嗎 你要多10幾 15 15喔 可以 銀行ATM可以一次領15萬嗎 不行 你要分好多次 好像一次 好像一次只有3萬 然後你要分5次這樣 耶 這手續費就會乘以5 15塊乘以5 這樣 5次是沒關係啦 但是他一次可以領這麼多的話 好啊我等一下去幫你看看 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吧 因為我沒有一次領過這麼多ATM的錢 寶貝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死你了 旁邊 旁邊有3個人逼著我做這件事 小鈴有吹朋友嗎 哈哈哈哈 小鈴這邊是小賴跟丹妮表姐 還有幾次好 這是丹妮表姐的粉絲耶 喔謝謝 那你借一下 50萬 那你借一下 那你借一下 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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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加啦 5千啦 每天 先5千 先從5千開始 我們是重口味啦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我們在逼他借錢看看 女人很好耶 對啊 對啊他馬上答應耶 跑5次銀行裡面OK 對啊 如果可以贏的話當然好啊 又沒關係他又跑不掉 哈哈哈哈 那如果還選你借50萬你會借嗎 借啊 哇 哇 這很要好耶 這很要好耶 我跟你說我剛剛就提到你的時候 我想說我不忍心騙你 一接起來聽到你的聲音 我真的很想放棄 因為前面他被掛了兩通 哈哈哈哈 然後沒有人要接他電話 只有你接而已 哈哈哈哈 我昨天主持人金鐘獎 然後我現在就是才剛起床 你看 不是看我們算好 他兩點會洗床啊 對啊 剛好因為如果再早一點 我就是還在睡耶 但我覺得 我真是認真 我沒有想說有沒有 我就是戒不戒之 因為我一定戒 或者會想說今天是禮拜天 我到底要去拿來理解給他 這次了 哇 哇 哇 好 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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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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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功 大成功耶 好 最後等一下你要宣傳 因為在預告有很大尺度的創戲 請問你在拍之前有很抗拒嗎 抗拒什麼 我就是演員 我們都已經接受這個才接劇本的啊 那我也想問 那接這種大尺度的這種戲的時候 需要先跟對方報備 還是演員就是接什麼戲又演什麼戲 我覺得工作都蠻私密的 但是如果說 該尊重的還是會 會討論 會聊一下不會討論 你會跟他說 你看這一頁我們會到這邊 對 這個程度我們只會到哪位啊 我們會到這邊 因為那個預告真的是超大 你不要這樣子嗎 因為那個預告是 是類似這種 OMG 那你有研究怎麼樣 是那個表情是最美的嗎 我沒有要美耶 其實我就想要再真寧一點 你真寧很美耶 他羨慕我 因為他又長得很美啊 沒有 你這樣 我發現 沒有演過很多人在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一些 沒有那麼漂亮的樣子 當然啦 你們經典演員看就知道了 還是有沒那麼漂亮的樣子 好 那你跟這麼多人親 誰的嘴巴最好親 天啊 天啊 我沒有在記這個 也沒有排名啦 我不知道啊 怎麼可能 厲害耶 你這個電影是跟幾個人親 三個 兩個 那兩個你就二選一 二選一就好了 我真的想不起來 那這樣會不會 聽的話 你是假日 你不會覺得 親吻這個不錯耶 你不會馬上有這個思想嗎 不會 小賴你到底在幹嘛 他都自肥拍MV 你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 沒有 我覺得很好奇 比如說很多床戲 你演完 不會回家 突然想說 回味一下是不是 今天那個還蠻好親的 那你給他一個好了 你的那個MV 你演這麼多MV 都是不同男主 哪一個男主的嘴巴 你覺得最軟 好不好 不用好親最軟是誰 這樣想 你排得出來嗎 我一定可以啊 他每次回去做 其實現在很笨 對 因為我記得每一個觸感 大概 是不是 真的會要冒冷汗 你放輕鬆一點 不是那你拍完床戲 都在想什麼 你那一看 吃便當 辛苦了 你們有沒有在想 有沒有哪裡演得不好 或是哪裡要主力 很專業耶 因為他還跟導演導戲的時候 還說我想要加一個 這件新聞導演的時候 他還加一個滋味戲 就覺得我要放在這裡 會比較好 不會啊 那就是就工作啊 為什麼會加那場戲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原本的劇本裡面 其實是一個性幻想的橋段 然後我覺得性幻想的橋段 我讓他有個出口以外 還有他是一個開啟 自己慾望的一把鑰匙 他願意開始 取悅自己 然後感受愉悅這樣 我跟你講他真的就是純演員 他們原來自非任何 對 不像你 什麼意思啊 我也是真的演 我到底真的演 秀還是自順便 對 順便加回 我也說回家才小 當上是在那個狀態 好 只要回家就沒有想了 插在這裡 因為回家就還有別的工作 要繼續準備 所以其實我覺得 除了大尺度以外 最重要的還是 人心跟善惡之間 你到底要怎麼看待這個世界 我覺得比較是這樣 因為我們很容易會為一個人貼上一個惡的標籤 對 就是我會覺得你不是好人 那就幫你貼一個惡的標籤 但實際上 大家都只是立場面的不同 所以可能會對立 對立的話就會有一個惡的標籤 那從另外一面看其實他就是個好人 所以大家可以在電影院裡面找到 屬於你自己的定位 或者是你也可以私下別人的標籤 那這部電影什麼時候會上映 就在10月27號 也就是沒幾天 沒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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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號就會上映了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少有一點的惡女 謝謝